今天我们讲立方根 如果首次观看本教育视频的话 请按赞听见 主要看本课程介绍 本课程使用方法 本课程的资料如何获取 数学为可帮更多精彩课程 好我们先首先进入复习 我们上节课讲了平方根 那我们首先复习 16的平方根是谁 16的平方根显然是正负4 对吧 我们一个复习 然后-16没有平方根 所以-16的平方根是什么 是没有平方根 然后再看0的平方根是什么 0的平方根是0 那这样的话 这实际上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 我们又梳理了一下 对吧 一个正数有正负两个平方根 它们互为相反数 然后0的平方根是0 负数没有平方根 好 那我们复习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看今天要讲的立方根的定义 立方根的定义 一般的一个数的立方等于a 那么这个数就叫做a的立方根 也叫做a的三次方根 记做三次根号下a 三次根号a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给出一个数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2的三次方 等于8 2的三次方等于8的话 那就等于是这个数就是2 这个数的三次方 2的三次方等于8 那2就是什么呢 那这个数2 那这个数2就是8的立方根 2就是8的立方根 同样呢 我们再看啊 比方说4的三次方 等于64 那么4呢 就是64的立方根 也称为三次方根 也称为三次方根 好的 同样啊 我们再举一个 比方说啊 我们-3的三次方 等于-27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称-3是-27的立方根 只要这个数的三次方 它等于a 那么这个数呢 就是a的立方根 所以-3的三次方 等于-27了 那-3就是-27的立方根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计法 这个计法呢 我们记作三次根号下a 所以呢 我们要问说 8的立方根是谁 8的立方根是谁啊 那8的立方根 从刚才来看啊 2是8的立方根 所以8的立方根呢 就应该是2 对不对 8的立方根是2 因为刚刚说了啊 2是8的立方根 所以8的立方根是2的话 8的立方根 我们可以写成2 对吧 也可以表示成什么呢 表示成啊 3次 根号8 也就是说 3次根号下 什么呀 8 这个呢 我们 记作啊 把这个8的立方根啊 记作 3次根号下8 然后呢 它实际上是几 刚才说了 刚才是2 对不对 所以以后我们要写出 3次根号下8的话 它应该怎样 那相应的啊 4是64的立方根 那64的立方根 我们可以表示成什么样呢 64的立方根 是不是可以表示成 3次根号下 这个64 那它应该等于几啊 刚才说了 它应该等于4 对吧 相应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 -3是-27的立方根 那是不是 -27的立方根 我们可以表示成 3次根号 -27啊 它应该等于几啊 它应该等于-3 好 那大家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是不是跟我们讲 平方根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呀 平方根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根号下不能是负数啊 而立方根的时候 是可以为负数的 对吧 以前平方根的时候 这个被开方的 这个里边 是不能是负的 现在可以是负的是吧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大家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不是 -3的三次方是负数啊 对吧 -3的三次方是负数 所以说这个负数的 三次方根 就是那个负3 而以前我们学平方的时候呢 一个数的平方 不可能是负的 所以我们那个 这个二次方根啊 它那个根号下 不能放负数 对不对 好的 我们把屏幕清掉 我们看下边 一 如何表示一个数的立方根 那我们看啊 一个数的立方根呢 可以表示为 三次根号下A 我们需要对这里边的这个 名称进行一下介绍 这个3 我们指的是根指数 根指数 因为它是那个 开根的那个数 是吧 所以我们称之为根指数 而这个A呢 是被开方数 所以呢 我们称啊 这个呢 为根指数 A呢 为被开方数 那好 看一下 A是 被开方数 而 3呢 是根指数 好吧 这个叫被开方数 这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之前我们 学这个根号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这是被开方数 他这个被开方数 这个名字没有变 是吧 这个位置呢 叫根指数 根指数 它是三次根号 对吧 那 以前的那个根号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以前的这个根号啊 比方说根号64 是吧 这是64的算数平方根 对吧 这个算数平方根 大家应该熟悉了啊 这应该学过了 这应该等于8 对吧 那这儿其实是什么呢 这儿其实是2次根号64 这个2啊 省略没写 省略不写 要是写的话 这应该是2 对吧 所以2呢 可以省略不写 因为我们用什么呀 用这个根号下64 用这种根号 二次根号下 这根号很多 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二次根号下 这个2啊 省略不写 但是除了这儿是2之外 剩下的这个3 你就必须得写啊 你不能说我这个3省略不写了 这个3 4 三次根号 四次根号 等等 必须得写的 所以我们给出了名字啊 这个叫根指数 然后呢 这个是被开放数 当根主数是2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 以前学那个2次方根的时候 这个2可以省略不写 但是是 不是2的时候 是3啊 是4啊 是5的时候 这儿都必须得写 好 这儿也写了啊 30根指数 这儿不能省略啊 好 我们看 思考 如果正方体的体积啊 为5立方厘米 正方体的边长 又该是多少 那显然 它的体积是5立方厘米了 那我设它的边长呢 是x的话 那是不是x乘以x乘以x 三个x相乘应该等于 5立方厘米啊 那是不是我要解x的话 是不是就在找 哪个数的三次方等于5啊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比刚才我们那个要麻烦一些 因为比方说啊 这个等于27的话 我们是可解的 x等于3 我们是可解的 但是这个x三次方等于5 我们怎么解呢 我们找不到一个 我们之前学的一个 能够让我们写出来的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用什么呀 用刚才那个表达形式 去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数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数是不是应该用 5的三次方根 那是不是就是三次 根号5啊 这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方程的解 三次根号5 对吧 它是一个无理数 好的 那我们看 首先 设正方体的边长啊 为x则x的平 则x的三次方等于5 对吧 因为它是体积啊 x乘以x乘以x 那就是x三次方等于5 那么这个时候呢 正方体的边长呢 就是三次根号下 5 对吧 三次根号下5 然后呢 写的时候要注意呢 就是这个三次根号下 这个3啊 应该写的这个 左上角 左上角 好 我们看啊 求一个数立方根的运算呀 我们叫做 开立方 求一个数立方根的运算 我们叫开立方 好 那我们再看啊 那开立方我们也说了 那我们就需要说 立方和开立方之间 这两个运算之间的关系 好 一个是立方 一个是开立方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看啊 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逆运算的关系 对吧 他们是一种互逆的运算 好 我们看第二点啊 立方根的性质 离根据立方根的意义也填框 好 看第一个 因为2的三次方等于8 所以8的立方根是谁 那是不是2的三次方是8了 那说明 这个数的三次方是8 那这个数是不是就应该是8的立方根啊 所以这应该填2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谁的三次方等于0.125 这儿是好写的吧 这儿应该是0.5 对吧 或者填2分之1都行 0.5的三次方等于0.125 好 填完了之后呢 所以0.125的立方根是谁啊 立方根是不是就应该填这个2分之1了 因为1分之1的三次方等于0.125 所以0.125的立方根是1分之1 好 我们看下边 谁的三次方等于0 显然0的三次方等于0 所以0的立方根是0 对吧 好 再看下边一个 谁的三次方等于-8呢 这儿应该是-2吧 -2的三次方等于-8 所以-8的立方根呢 是-2 对吧 好 我们看下边这个 因为谁的三次方等于-2 7分之8 这个显然添负3分之2 对吧 负3分之2的三次方等于负的8 这儿是负3分之2了 那是不是负2 7分之8的立方根 就应该是负3分之2 对吧 好 我们看 你能看出正数0 还有负数的立方根 各有什么特点吗 我们看这里边 正数8的立方根是正的 正数0.125的立方根正的 0的立方根是0 这个显然了 0的立方根是0 对吧 然后负8的立方根是负的 负2 7分之8的立方根也是负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出来了 正数的立方根是正的 对吧 然后负数的立方根是负的 对不对 好 看这句话 正数的立方根是正数 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 0的立方根是0 这个比较好记得 而且还比较好理解 对吧 好 我们看下边 第二 判断下来说法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看第一个 27分之8的立方根是正负3分之2 这显然是错的吧 这个不对啊 为什么呀 因为你27分之8 它的立方根只能是3分之2 因为3分之2的立方啊 等于27分之8 而这个负的3分之2的立方啊 这可是不等于 可是不等于27分之8的 它是负的27分之8 它等于谁啊 它等于负的27分之8 对吧 所以27分之8的立方根 只能是正3分之2 好 我们看下边 第一个是不对啊 第一个不对 错的 第二个 25的平方根是5 这也是不对的 25的平方根 是不是应该等于正负5啊 对吧 这也不对 好 再看第三个 负64没有立方根 这也是错的吧 负64的立方根是不是负4 因为负4的三次方 是不是等于负64 所以它立方根应该是负4 没有立方根 这不对啊 这应该是 有立方根的 负64的立方根应该是 我们写一下吧 应该是三次根号负64 它应该等于负4 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式子 所以这也是错的 好 我们看下面 负4的平方根是正负2 这是错的吧 负4根本就没有平方根 对不对 所以这也不对 好 再看下一个 0的平方根和立方根都是0 这是对的 好了 只有最后一个是对的 我看后面 想一想 立方根是它本身的数有哪些 立方根是它本身的 那是不是首先有0 立方根还是它本身的 还有1 1的立方根是1 对吧 因为1的三次方等于1 还有谁 还有负1 是不是负1的三次方也等于负1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有1负1还有0 那我们再看平方根是它本身的数呢 平方根是它本身的数有谁啊 显然还是有0的 平方根是它本身的 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正负1这个肯定不行了 是吧 因为正负1的平方等于1 那1的平方根 1的平方根 为正1和负1呢 对不对 1的平方根是正负1呢 所以平方根是它本身的数 你想想有谁啊 是不是就只有0啊 所以就只有0一个数 对不对 只有0 好的 我们看下边这个探究 第一个三次刚号下负8 这个显然是等于负2的 对吧 因为它是在找负8的立方根 这是不是在找负8的立方根 负8的立方根 那负8的立方根 是不是由于负2的三次方等于负8 所以负8的立方根 这应该填负2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填负2 第二个 负的三次刚号下8 这个负2是给这个整体的 我们先把这个整体算出来 是不是这个整体是三次刚号下8 三次刚号下8 是不是应该等于2 为什么呀 因为2的三次方等于8 它是在找8的立方根 8的立方根在找2 所以三次刚号下8等于2 前面还有个负号呢 这样一个填负2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这就可以填等号了 因为那个也是负2 这个也是负2 是不是这两个应该相等 好 我们再看下边 我们算得快一些 三次刚号下负27 这个等于多少呢 就是谁的三次方等于负27 对吧 那是负3的三次方等于负27 所以负27的三次方根 也就是立方根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负3 然后呢 三次刚号下27 这个再找27的立方根 27的立方根是不是3呀 因为三次三次方等于27呢 对不对 这个画圈的是3 这个画圈的是3 然后前面还有个负号 画圈的是3 前面还有个负号 是不是这也是负3呀 好 这也负3 那两个负3是一样的 那说明是不是这个式的也是相等的呀 这两个式的也是相等的 对吧 都是负3嘛 好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互为相反数的数的立方根 也互为相反数 互为相反数的 互为相反数的数的立方根 也互为相反数 他说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 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64 与 负64 这个是互为相反数 对不对 互为相反数 那互为相反数的 他的各自的立方根 也互为相反数 你看64和负64 互为相反数 那他的立方根是谁 他的立方根是不是三次根号64 这个是谁 是三次根号下负64 对吧 三次根号下64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不是等于4 因为4的三次方等于64呢 这个等于谁 这个是不是等于负4的三次方 等于负64 对吧 所以呢 三次根号负64 应该等于负4 那这样的话 64和负64 互为相反数 是不是他们的立方根 也互为相反数 一个4 一个负4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给的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也出来了 互为相反数的数 他们两个各自的立方根 也互为相反数 你看64和负64 互为相反数了 那他的立方根是正4 而他的立方根是负4 正4和负4 也是互为相反数的 好的 我们看下边 猜一猜 你能从上述问题中 总结出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 A与负A的立方根的关系吗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可以总结出 这样一个关系来 就是 三次根号负A 等于负的三次根号A 对吧 好 我们看下边 求下列各式的值 第一个 三次根号64 这个显然我们可以知道 应该它是等于4的 因为4的三次方等于64 对吧 好 看第一个 三次根号64等于4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手写一下 我们手写一下他的过程 因为这是新课 以后大家写这样的题 就比较简单了 解 第一个 因为4的三次方等于64 所以呢 三次根号下64 就等于4 是不是一个数的三次方等于64了 那么这个数的什么呀 立方根是不是应该等于4 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 负5的三次方等于 负的125 所以三次根号下负的125 是不是应该等于负5啊 最后一个 第三个 因为 这个负的四分之三 对吧 负的四分之三的三次方等于64 负的六十四分之 二十七 负的四分之三的三次方等于负的六十四分之二七 所以 三次根号下 64 负的六十四分之二七 三次根号下负的六十四分之二七 等于负的四分之三 这就做完了 好 我们把屏幕清掉啊 我们看一下大家解析 第一个数是正的啊 剩下两个数都是负的 好 结果都是负的 第一个 正四 第二个 负5 第三个 负的四分之三 好 我们看这节课的小节部分 第一个 就是立方根与平方根的一同 我们要说出相同点和不同点 首先我们说相同点 我们看相同点 0的平方根立方根都是0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相同点 第二个就是立方根平方根和立方根都是开方的结果 对吧 这显然是相同的 然后我们再看不同 首先定义是不同的 因为平方根是什么呀 平方根是x的平方等于a的那个x值 而立方根是x三次方等于a的那个x值 这两个是吧 一个是x的平方等于a的x值 一个是x三次方等于a的x值 是立方根 这两个显然定义是不同的 对吧 然后呢 平方根和立方根呢 一般情况下个数是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找一个正数 他们的平方根和立方根啊 个数是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正数 正数的平方根呢 有两个 一正一负 对不对 而正数的立方根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什么时候个数相同啊 是不是就是那个0啊 0的平方根啊是0 0的立方根也是0 所以当说0的话 它的平方根和立方根啊都是一个 还有就是你这个个数不同 还有什么情况啊 就是负数的时候 负数的时候啊是没有平方根的 但是负数的时候是有立方根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不同点里边啊 一定会有这个个数不同这个事情 那个平方根 正数的时候呢 有两个平方根 0的时候呢 有一个平方根 负数呢 没有平方根 而立方根呢 正数负数0 都有一个立方根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第三个表示方法不同 我们的表示方法是不是一个是什么呀 平方根的话呢 是不是呃 比方说呃 A的平方根 当然那个A是非负的 对吧 A的平方根 是不是我们应该继承 计为 正负根号下A啊 那A的立方根呢 我们继承什么呀 A的立方根 是不是我们继承 计为 三次根号下 A 是这样写 是不是 所以表示方法是不同的 一个是 二次根号A 正负二次根号A 这是平方根 平方根是 正负二次根号A 这个二次呢 这个二呢 可以省略不写 我就把它省略不写了 而这个A的立方根呢 计为三次根号A 对不对 好 第四个 背开方数的取值范围不同 背开方数取值范围不同 这个取值范围 我用其他的颜色去写啊 这个必须的是 非负的 也就是说 这儿你用的是什么呀 二次根号下 而这个A呢 三次根号下A 这里面的A 既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的 还可以是零 就是三次根号A 的这个A啊 在根号下的时候呢 可以是任意实数 正数负数零都可以 所以我们要看啊 如果是平方根的话 这个根号下的数 一定是非负数 就是A大于等于零 如果是三次根号下A 这个三次根号下的这个A啊 可以是全体实数的中呢 任何一个数 所以说呢 被开方数的取值范围 也是不同的 对不对 好 就总结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